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川普作为新一届美国总统,学姐担心,强调美国制造的川普2.0,恐要求台积电2奈米制程提前赴美设厂。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厂第一场,确定举行首批4奈米制程晶圆,正式产出庆祝典礼。 外界担心川普不满足于此,可能要求将最新的先进制程搬过去,台湾晶片产业将失去领先优势。 但还是得看川普是否真的威逼,即台积电利弊得势。 虽经台湾高官郭志辉去年表示,依台湾技术保护法规定,依规定还不能赴海外生产。 但专家认为,恐怕是挡不住的议题,且美国全力主导全球AI发展,未来更将开启以AI技术主导半导体全新制造及寻求新材料的时代,台积电碍于情势,恐会提早启动2奈米赴美生产。 有台湾媒体日前称,台积电美国厂去年12月启用典礼延后,向川普示好意图明显。 随着川普正式上任,台积电先进制程,被迫提早转移美国。 若被誉为护国神山的台积电,关键先进制程,被美国整晚捧去,无疑断了维系台湾安全之路。 当西顿没了,台湾再无必用价值。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奎博撰文称,台积电在蔡英文任内,川普第一任的最后两个月,获经济部投审会核准赴亚利桑那州投资高阶晶片厂。 目前只剩最核心的2奈米技术还留在台湾。 蔡英文当时此举明显是向美政界交心。 此前川普竞选时,又说台湾偷走美国晶片生意,很可能家族赖清德同意,将最核心技术输美。 文章称,虽然经济部长和国发会主委最近异口同声表示,台积电2奈米晶片技术还不会输美,但这两名官员保证的保鲜期不知还有多久。 拜登政府赶在下台前,核准台积电66亿美元的补助,而台积电在美国投资超过650亿美元,美方补助其实仅占十分之一, 且是依建厂进度分期拨款,条件之苛刻,台积电恐怕是苦在西里口难开。 台湾联合报近日称,美国商务部月前敲定对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子公司提供66亿美元的补贴, 协助兴建三座晶圆厂。 但川普指定领导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表示,美国晶片法案的补贴是浪费。 他在社交平台X上分享一段访谈,其中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提到他加快晶片法案的计划。 雷蒙多表示,1月下旬是发出这些钱的明确期限, 即希望在其离开前能发出几乎所有的资金,这是高度不合适的。 就在前不久,国发会主委刘敬青证实,台积电2025年第一季度董事会将移施美国, 这个决定震撼产业,因为这是台积电成立37年来首度在美国举行经营决策的董事会。 有台湾媒体表示,尽管有人认为,台积电美国厂即将投产,在美国召开董事会方便董事们实地考察新厂运作情形。 但考虑到川普明显对台湾半导体产业不友善,不难想象,台积电这项决定恐怕也是向川普示好的政治决定。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曾表示,美国制造成本太高,也缺乏相关人才,直言赴美投资昂贵,浪费又白忙一场。 之后刘德因又警告,先进制成到美国可能会大亏。 台积电前董事长刘德因月前首次称,如果台积电最先进的技术到美国生产,可能会赔上几百亿美元,让台湾稳扎稳打,将美国最先进产品在台湾做,才是双赢。 有台湾媒体称,这是刘德因首度提到,先进技术在美生产,可能赔上百亿美元的说法。 针对有人认为,台湾有台积电的强大晶片生产能力,并将此视为免受中国攻击的西顿。 刘德因强调,地缘局势非常现实,不要有把西顿当护身符的想法。 台湾《经济日报》近日称,川普在美国大选期间,曾指责台湾抢走美国半导体生意,外界关切台积电先进制成,尤其是2奈米恐将被迫提早赴美设厂。 当时有立委质询时称,台积电在美国持续扩厂,第一座厂是4奈米,第二座厂是3奈米。 美国商务部略前透露,第三座厂是未来先进制成,会不会到时候16奈米级技术也出去。 最后变成台积电最先进技术在美国,而不是台湾。 国科会主委吴承文子前称,目前台积电已量产的最先进制成是300奈米,根据台积电发表时程。 2奈米预计2025年年底量产,之后台积电进入下一阶段新制成。 届时可以讨论2奈米制成是否往其他地区扩散。 经济部长郭志辉声称,经济部对台积电对外投资有很大影响力,作为台积电后盾,将台积电留在台湾。 不过他日前承认,台积电2奈米晶片迟早会在美国生产。 在此背景之下,台湾经济部1月中旬表示,台积电在美国投资下一代2奈米晶片生产将不再受到限制。 不过,经济部补充称,考虑到高达30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这家全球最大的晶片代工制造商不会做出任何鲁莽的决定。 台积电表示,其位于亚利桑那州的第二家晶圆厂,将于今年上半年开始生产4奈米米技术晶片,之后将于2028年生产采用2奈米和3奈米技术的晶片。 为了维护台湾的晶片技术优势,此前台湾政府禁止当地晶片制造商在其海外工厂生产使用更先进技术的晶片。 因此,台湾晶片制造商此前只被允许使用不太先进的技术来生产晶片,特别是那些比台湾使用的技术至少落后两代的技术。 不过,经济部部长郭志辉在新闻发表会上表示,那时就规矩时代变了,私营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技术进步做出自己的商业决策。 郭志辉表示,台积电将谨慎评估在美国投资建设2奈米晶圆厂的可能性,该专案将耗资28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并补充说,台积电不会在美国新政府的压力下屈服,也不会仓促在美国建设如此先进的晶片制造厂。 严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研究总监杨瑞林分析,全球发展AI晶片几乎都靠台积电生产,但美国已经另辟蹊径,主导掌握AI发展核心技术,要以AI优化半导体制成技术,会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领头羊。 未来绝对会将这些关键技术及制造全留在美国,避免败留,其中关键制造,还是得由台积电担负这项重任,但台积电只负责制造一环,要掌握趋势,势必加大美国投资,美国也需依赖台积电,才能实现以AI技术主导半导体制造新世代,少了台积电绝不行。 在这样架构下,可以观察未来,美国很可能要求台积电,提前将2奈米以下先进制程带到美国,甚至在美国成立研发中心,台积电技术不会被掏空,美国仍会持续深化,与台积电合作,不会打压台积电。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